一上竹筏的时候,总书记就跟我们问好了,当时瞬间就觉得很亲切,就觉得一点都不紧张了。 说话的人名叫陈佳,3月22日,习近平总书记赴福建考察调研,首站来到了武夷山国家公园,考察生态环境保护。 在总书记乘坐竹筏这张照片中的女竹筏工便是陈佳。 现年37岁的陈佳是地道的武夷山人,从事竹筏工这个行业已有整整20个年头,顺着九曲溪漂流而下,陈佳在竹筏上向总书记介绍着武夷山的如画山水。 他看到我们九曲溪两岸很多的野生动物的时候,他有告诉我,他说武夷山的人和自然很和谐,我们人在这边游玩的时候,动物也是可以这样走来走去的,包括我们有看到白鹿了,白咸了这些野生动物。 总书记看到这个水的时候,我说这水特别清澈,然后总书记说这个水应该是有一类水了吧,我说对的是一类水了。 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,是福建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一项重点任务。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,这里形成了好山好水好生态,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。 陈佳的丈夫也是九曲溪上的竹筏工。 游客多的时候,他们一天要称乏四趟,夫妻俩的小日子,因为旅游的发展更加富足。 相对来说的话,我跟我老公两个人都干这行的话,我们小日子过得还是挺好的。 19年的时候,我们的收入是,一个人的收入是9.5万吧。 说到武夷山,很多人会想到武夷盐茶。 燕子科生态茶园,位于武夷盐茶核心产区,占地1000亩。 习近平此行也专程到这里进行考察。 我们觉得这个习总书记,他是非常非常的平易近人,在他身边也没感到压力。 然后他回想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状态。 他是非常高度认可我们的这种科学管理模式,能够更好的保护生态,然后也真真实上的能够征收。 茶园内,到处可见油菜花盛开的美景。 茶和油菜花两相得宜,涨湿喜人。 对于这种来自科技特派员的经典字,茶农杨温春打开了画匣子。 土壤里面的油机制,它是需要的一些及时的补充。 这补充的来源之前是靠化回。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油菜大道的轮挫,包括用等量的油气回。 现在整个土壤里面的养混跟之前对比的,是比之前好了非常多了。 等着春茶做出来,我们就尝到了甜头了。 品质从普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,一下都提升到清洁塑化十九茶的这种档次。 也卖出了从来没有那么好的价格,当年就增涉了百分之三次。 茶园突出生态种植,提高了茶叶品质,带动了茶农增收。 这一切都得益于科技特派员的入住。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诞生地,就是在五一山市所属的福建省南平市。 1999年2月,南平市选派225名首批科技特派员到乡村开展农业科技服务。 2002年,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专题调研后,在《求是》杂志发表文章, 指出这种做法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,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的有益探索。 科技特派员在2000年初就开始推广了,当时的我们总书记是在福建这边工作, 那么他对科技特派员制度进行了高度的认可和大力的推广, 使我们科技特派员制度从南平走向福建走向了全国。 科技特派员下乡深入农村基层,到田间地头制度农民科学生产。 经过了20多年的实践,已经结束了累累硕果, 让着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都走上了科技自护的道路, 让真正的科技走入田间地头,帮助老百姓真正的实施自在地提高收入。 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。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,提出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理念, 部署推进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实践。 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,福建从集体灵权制度改革到生态省建设, 从全国首个省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, 到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, 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歇。 如今,武夷山生态茶园示范面积累计超三万亩, 为福建省生态种植提供了可推广、可复制的解决方案。 习近平考察期间特别指出, 要把茶文化、茶产业、茶科技统筹起来。 过去茶产业是你们这里脱贫攻坚的蜘蛛产业, 今后要成为乡村振兴的蜘蛛产业。 我们茶产业从量变到质变, 过去大家都比较在乎这种产量, 但是增产不是不一定增收的, 现在大家还是追求这种安全健康, 有品质的茶。 所以我们要守护好这边经商银商, 努力做出一杯安全健康, 老百姓能够持续喝得起来换新茶。 记者了解到,1999年12月, 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, 实现了福建世界遗产灵的突破。 2016年6月, 武夷山被列入全国首批 十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, 成为目前中国唯一一个 在世界双遗产地建立的国家公园。